我是衛生福利部部長 我们可以回家了 翻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最辛苦的908天 陈时中担任防疫指挥官的画面 陈时中近伴推出疫情回顾影片 要换回大家昔日对阿中部长的感动 感谢鸿海永林台积电慈记的捐赠 特别检出这一段感谢鸿海慈记跟台积电 似乎想撕下挡疫苗的标签 难道是因为前一天这个原因 扫夜市直接被民众呛瞎 不知道是不是怕这样的画面 留在选明心中 陈时中近伴展开每日一挺系列 从公布歌曲发影片到各路响挺 要找回民众对陈时中的好感 而陈时中本人则是负责战上 第一线迎战对手首要目标讲完安 选举的时候大家知道在选举后许 是跟大家拜托 也是应该是相对最谦卑的时候 那如果没有权利都一直会作乱的话 那有权利以后就更会乱来 陈时中在有权利的时候 就已经在乱搞 不管是从疫苗之乱 口罩之乱快筛之乱 民进党永远就是怕人划叫人 做贼喊抓贼 对手也不是省油的灯 洋洋洒洒 列出过去陈部长任内三大防疫之乱 随着选战进入最后阶段 对手攻防过招也越来越猛烈 TVBS新闻 林一杰 刘利雄伟 嘉琪安森局小组台北采访报道